一面困难活出精彩人生 今天开始大爱新闻也为您推出了 总统教育奖的系列人物报道 今天第一集要认识这位18岁的少女林怡婷 她是新著名二代 从小父母离异之后就跟着阿公相依为命 但因为家中的经济不好 所以林怡婷必须要半工半读 现在还要照顾中风的阿公 不过她一向保持乐观正向 从不怨天尤人 现在还拿起了摄影机拍摄自己的纪录片 更荣获了多项大奖 而且她把这个影片带往偏乡 让鼓励偏乡的孩子们 不要被现实的环境打倒 要努力向上 今年林怡婷也顺利进入了台义大电影系就读 这间房子的后面紧连着一条溪 这里下去一层楼吧 纪录片放映会 她来到跟自己出生地相仿 同属于偏乡的小学 我们家是在牡丹溪 然后的上面 旁边是平平溪 这里就是教会处 林怡婷18岁 2024年总统教育奖得主 在各个学校 不然国中小到高中 我都有进行巡回放映我的人生经历 他们看过一个不同人生的纪录片之后 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蛮多低收 中低收 他们又兼具了很多的新住民的身份 疫情会比较晚到学校 例如阿公啊 今天的生活起居 安顿好 然后家里打整理好之后 她才能够来上学 五岁父母离异 五亲是越南新住民 父亲经常不在家 相依为命的阿公中风 林怡婷就读高一时 参加学校纪录片课程 她比别人更急切地找寻职业方向 但是我家里的一些经济状况 其实负担不起我的私立大学学费 所以我听到搞不好我可以上国一大学 所以我就非常积极地 然后去上了那堂课 天又不测风云 她则没有只单纯念书的权利 我要去一个就是饭店 然后要去应征 就跟一个休旅车插到 我全身就是四肢都有挫伤插伤 然后在家收骨骨车 现在就是从车祸到今天 就是一直没有出门过 逆境中不放弃希望 正如同她面对严重车祸 反而微笑着 把困境中的自己角色融入一片 睡变成生命养分 因为她永远就是乐观 就是正向 光是这两点 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达成的 强悍的生命力却深藏感恩和体贴的心 我经常把怡婷找来 问她家里需要什么帮助 可是她永远都告诉我 校长 总有比我更需要的人 你先支助他们 社会资源她从不认为理所当然 拍摄多部作品荣获许多奖项 今年终于透过特殊选材 录取台义大电影戏 我是那种会在路边看到什么蚁丘 然后蹲在那边一个小时的人 未来其实是立志当一个生态纪录片导演 然后可以到世界隔壁拍摄生态 然后就算是台湾没有人 太多人重视的一些昆虫 然后弄植物我也想去拍摄它 我希望我自己能义无反顾 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家的女单身 前面度传统 不完美也许是化了妆的祝福 林逸婷接受逆境活出勇气 仿佛夹缝中的一束光 虽小却明亮 鼓舞力量格外巨大